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来最原始的要求 我们要过日子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喝水 我们要住房子 我们要穿衣服 就够了以后 没有安全感 或者是贪欲 诸欲使然 够了还要更多 你就说太太 我们怎样够了 够吃一年 什么够了 你看对面王先生 人家这样买那个车子 人家银行定存多少 对不对 人家投资基金 股票 小孩子长大了 就学基金怎么办 先生一听 对 两夫妻就卷起袖子 流血流汗 继续打拼 就是这样 勤聚财务 用尽各种方法 加业 加班 兼差 冒险去投资 不会玩股票 去学跟人家玩股票 这样子 就有很多的 到头来周恩器权都没有办法受用 没有办法享受了 就好像蜂蜜 它不停地采蜜 采回它的蜂窝 有的时候它自己受用了 有的时候呢 被我们受用了 对不对 大家 他们采蜜在那边弄了半天 拿起来把它炼成一瓶一瓶的蜂蜜 吃冰啊 跟什么 东坊 白做了就对了 所以这在佛门也有维系因果 这叫什么 叫夺食 夺人家的食物 有的人他这方面他也不去碰的 怕有这样的维系因果 所以有一些更离谱的呢 就是有这个不孝的子孙 为了财产呢 就是希望自己的父母长辈 早一点往生 早一点往生 他就可以早分财产 或早得财产 自己来继承 也有这个兄弟姐妹 他为了继承财产呢 就反目成仇的 就是说本来是一家人好好的 然后有贪嗔痴 就引发大家身口一三门 造作恶业 这一切都是因为缺乏智慧 被鱼痴蒙蔽的结果 不但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真实的幸福安乐 且会生出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这样的恶果的原因 所以勤聚财物 中弃捐 这些财物你用在身上的到底有多少呢 你看赚很多钱的人 他到死为止 他银行都还有钱 他都没有用到 他也没有用到他的理想愿望上面 或者他他的很亲很爱的人 他也没有来得及把这些钱给他用 通通通都没有了 再有钱 每天你躺下来睡觉 就是那一块地方 再会吃 就是这张嘴在进进出出 所以 有的时候可以静下来 来关照一下 这些会不会造成我们解脱到的过患呢 他就是要提醒我们 这个 适客 且移 生社区 那就这样 我们这个身体像一个宿舍 来住宿的客人 就是意识 叫做适客 我们的意识 住在这个肉身里面 早晚就会走 他就会 迁移到其他的地方去 所以现在还没有死的时候 还住在这个身体 这个宿舍里面 好像寄住的 一定是借住的 你敢抗议说 我不是借住 我永久住在身体里 不可能 用不了几十年 用不了一百年 就见真章了 你一定得到别的地方去 那所以 这个 好好的思维观察 这些情形 历少 就过失 比较大 所以我们应该 轻此事 而重来生 此事 不要急急盈盈 深深地去执着他 你应该为来生 铺路 现在你会规划的人 理财的人 他也是在想 将来要去读书 将来 这个要缴贷款 将来什么生活费 什么基金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你舍抱你的来世 要去哪里 你想得到 你现在的生活方式 你一往生 就会堕入 恶鬼道吗 或者你一往生 你就往畜生道去吗 因为你现在 造作这种 恶业 或者你已经 伤天害理 损人不利己 恶贯满盈 你知道一舍抱 要去地狱道吗 所以 你要为将来做打算 就是亲此生 重来世 这样才是一个 佛子菩萨 应该实践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